看得出來,各位今天其實對這個題目非常非常的關切 那來講,其實台灣老公正縣今天安排談這個社會經濟 其實我個人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期待 到底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看社會經濟這樣的角度 然後整個社會經濟呢,在現在這個資本社會底下 他又要怎麼樣,比如說他是在一個市場經濟的架構裡面運作的話 他要怎麼樣跟資本,跟資本主義有所區隔 我想今天這兩位主角,兩位講師,都是我認識非常非常多年的好朋友 那像這位生友,在江湖,然後他都稱他為謝老闆 那仲庭呢,基本上呢,非常厲害 他現在自己搞了一個合作社,我覺得其實待會他們跟你講 這兩位很有趣,就是說社會運動的人 在思考一些東西的時候,會特別顯出一些特質 比如說他生友的組織叫好時機,合時機 好,那個時的概念是什麼 那那個重體更直接了,他直接叫地下 地下了,勞動合作社,那為什麼叫地下呢 我想這個待會我們都會有講師,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我是今天主持金書,那我本人在台灣勞工陣線工作 那勞政是一個長期以來算30多年的一個勞權的一個團體 那其實事實上勞工運動呢,他跟社會各個領域連結其實非常的深 比如說勞工會連結到貧窮,所以我是做有關於貧窮這一塊的議題 那事實上,大家最近應該很痛苦吧,五月報稅機 好,談到這個其實火就來了 其實現在台灣很多的減稅法案正在立法院等著通過 那我本身也在負責也是有關於財窮這個議題 好,那沒關係,今天其實重點我們還是要回到整個台灣 到底我們對於社會經濟這四個字,聽起來很簡單 社會經濟朗朗上口非常容易,可是他要怎麼去落實 尤其在一個整個政府跟社會的思維都是在資本主義的架構底下 社會經濟要怎麼長出來,還有社會經濟要怎麼做 好,那從這些角度,那我們現在呢,就先邀請兩位講者 來先跟我們做一個分享,那我們先掌聲鼓勵一下,謝謝 好,那我們就請仲平,好,開始,謝謝 按一下,查看簡報 好,各位,20分鐘 各位大家晚安喔,我是李仲平 我簡單自我介紹一下,我之前就是 大學是社會系的背景,然後畢業之後在系統整合商 在軟體公司做過幾年,然後在社福機構,在社運團體也都做過幾年 對,就是一個,對,就是跳,可能算是沒有定性吧 好,那有,那在最近這幾年,就是在社運團體的時候 就是會特別關注,好奇說,我們每一個的事件性的抗爭的長遠來講 那我們希望建構一個怎樣的未來的經濟典範 對,那我也是很一戰地摸索之後,後來覺得,其實社會經濟是一個可行的方向 然後回到台灣這邊,就是想要做點什麼時候 我從2015年的時候就開始研究兩件事情 就在台灣其實可以跟社會經濟很直接扯上邊 並且有大量的累積實踐的,一個叫合作社運動,一個叫社區營造 對,那其實,那所以我從那個時候就開始關心合作社的發展 然後再跑去上社群道的課程 對,那大概介紹到這,那今天我會講的,不好意思啊 這個是昨天去那個,產發局有個活動,叫做社系推廣 那他既然敢找我去推廣社系,我就跟他講了二十幾分鐘的社會經濟是什麼 對,好,所以我就,直接簡報就繼續用 好,那我們,我現在是,合作社是剛組起來啦,就是2017年的時期 那我通常講這個東西我要從2016開始講 對,就是包括我剛才,講說因為去結束社區你知道,然後認識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那當然這裡面就會發現,很多人,就包括今天在座大家 不一定熟悉社會經濟是什麼字 可是其實它的內涵,是你只要很實際的具體去講一些想做的事情 然後大家會覺得,其實這是可行,且這是大家嚮往的 對,所以後來我們這群人走在一起 然後從2016年做了一個街區活化的專案 然後再慢慢的就是大家想要組織起來 那組織起來的話,再按照現在的潮流 當然會想到說要不要來組社會企業 對,不過我們的整個團隊本來就包括已經在做社會企業的人 對,所以其實我們很知道組不組社會企業的優點在哪裡 對,好,那可是更進一步的是,我們有沒有機會透過自己來示範一個勞動合作社可以長什麼樣子 然後進而去讓大家知道勞動合作社它未來其實是可以成為 不論是,雖然我不太想講青年創業 但是因為在座大家都很年輕 所以我就講一下青年創業選項也是一個 對,好,那我們合作社叫地下合作社是因為我們主要是一群企劃工作者 那當然我們除了這些企劃案,社區你知道企劃案之外 我們經營了一個空間,這個空間在萬華南基場地區的一個社區的地下室 那這個地下室這個空間我們把它取名叫南基泛泛 對,那其實沒有很深奧的討論 我記得我們大概只花兩分鐘就訂出了這個名字 因為我們在地下室嘛,然後地下勞動合作社 地下勞動聽起來就超有那種反叛的意味 對,然後大家就一次鼓掌通過,我們就叫地下勞動合作社 對,所以我們就組了地下勞動合作社 好,那南基泛泛這個空間就剛剛有些人講到有來過 那其實還有一些其他共同進座的團隊,那我這邊就不詳細講 總之呢,這個中間的五角形是我們所在的那個社區 因為我剛剛強調嘛,我們這群社區營造的工作者 就是社區營造是我們執行的業務的重點方向 我用執行業務是因為合作社是一個算是一種經濟事業 所以它當然會有一個職業的項目 對,那對我們研執行業務方向的重點是社區營造的專案 OK,那加上空間經營 好,那當然就協力社區發展就會是一個主要的項目 那另外一個項目就是透過經營這個空間 我們希望把它成為一個社群的基地 那會是怎樣的社群基地呢?就是 為什麼我們按一下就是跳兩頁 好,這個社群基地我們希望它就是一頭拉股的議題 對,包括因為我們大家的組成 包括我們在萬華串聯起來還蠻多的社工團體 對,所以說這些社工團體怎麼就是在 在這邊像今天下午其實才剛跟香港社工的朋友在交流 然後也包括說香港社會經濟聯盟的人 對,那對我們而言有這樣的一個議題基地 然後希望很多事情可以慢慢發酵 好,那除了經營這個基地之外 那當然回到說作為一個經濟事業我們在幹什麼 那一個是比較各種的委託案活動企劃案 對,那或者是呢,剛剛講到經營空間 那除了我們自己辦活動或是想要發展的議題之外 總是會有空餘的時段 對,那我們就會去就是量能付費 就如果有人有預算的話 那我們就會跟他收個廠租 那沒有預算的話就看他想辦的東西 對我們推廣社會經濟有沒有幫助 有的話就讓他辦 對,好 那大概是這樣的幾個經營項目 那支持著我們的行動計畫 然後支持著我們的願景 OK,那這是我們合作社在做的事情 好,順便跟大家提一下 回來講一下 剛才有個票很快的 這是我們十個人,目前有十個社員 好,這有個字會跑出來 我是共享經濟 那,從開始想要推動這個議題以來呢 跟更多不適色運圈的人在講話 對,那對我而言 我覺得用什麼詞彙是一個策略性的 如果今天我可以用共享經濟 然後讓人認同 其實我們不用資本主義邏輯 也可以運作經濟事業 也可以創造工需的媒合互通有無追求共好 那我就還蠻常使用共享經濟 或者是社區經濟 社區共享經濟 對,本來這幾個詞我都很常用 就看我今天跟誰講 然後用哪一個詞 比較容易說服這個人一起來做一些改變 好 我們目前合作社有十個社員 那當然 就所謂的合作社就是共同出資 共同勞動 共同經營 對,那不過 在一個事業的組成過程中 就是不可能是完全只靠未來要確定要全職投入的人 就可以把事業做起來 過程中有一些人可能是出經驗 可能是出一些其他的協助 所以我們這十個人 目前在實際投入我們的專案 大概是五位左右 對,那這五位當然就包括投入很多的 跟部分投入的 對我們而言 一個勞動合作社理想的 怎麼講 企劃工作者本來就是在這個社會上 相對獨立工作者的一種類型 那今天又是組 就是追求民主精神的勞動合作社 我們就非常重視勞動者的自主 所以 我們從來不會去討論說 那個 公食或者是兼差的東西 就像我們有個社員現在人在威尼斯兼差 對,然後我們就 只會跟他說要買東西回來 對 對 那我們目前的做法就是說 我們 有的專案是有一定的預算 對,那這個預算裡面 我們就會去設定說 多少的比例是要回到合作社的整體運作基金 對,那多少的比例是做為那個勞務的費用 那這個勞務費用假設啦 一個月十萬好了 就一個專案假設做半年 一個月有十萬的勞務費 那就是 自主想參與這個專案的人 大家來討論這十萬要怎麼分配 因為這可能是變動的嘛 就像那個現在在威尼斯的人 他可能過兩個月回來 但是我們專案先開始啦 所以先開始第一個月的十萬 他就不會分到他 那等到後來回來的部分 就會有分到他 對,所以其實我們大家的那個 薪資勞務就是這樣的 如果有參與A專案 加上有參與B專案 加上有參與基地經營 因為基地經營也是一個勞務的工作 對,那就是 所以他的錢可能就是加加加 就這樣,OK 那這個是在合作社的運作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就是結餘分配這件事情 OK,合作社的邏輯就是 因為我們的賺錢不是在為一個 資本持有者的投資在賺他的盡力 所以我們是在幫自己 賺取必要的生活收入 所以今天如果 我剛有講過 我們的一個案子 會有一定比例要回歸做合作社的 主要的營運 就是柴米油鹽漿醋茶啊 房租水電的東西啊 那總是會有剩嘛 對,那這些行政成本會有剩的情況 不是總是會有剩 講得好像營業很好一樣 假設未來有剩 對,目前還入不付出 對,就是未來有剩的時候 那這些錢會做什麼呢 這些錢就是在表示 當時的勞務費給太少 對,那就再把它按照當時 大家的勞動比例 再把它分回給每個勞動者 OK,那當然有一小部分 會分到所謂的股息 因為大家共同出資嘛 對,那出資也是一種付出 雖然我們不鼓勵就是資本投資 所以我們在章程明定 配股配息上限百分之一 就是你投資就算十萬元 你也只會拿到一千元 對,就是上限不能超過的 那這件事情就是 就是強調我們勞動合作社 它的重點在於 大家的自主勞動的部分 那基本的 這個一些決策的東西 就不細講了 就是會員大會是決策的中心 社員,不好意思 社員就是 我剛講的勞動者就是社員 就是同一件事情 然後我剛講的股東也是社員 對,這也是同一個事情 那理事會就是代理我們的日常決策 那接著就快速的代理一下說 所以我們經營空間在做什麼 那這個空間本身是 我們之前街區活化執行的一個案子 那這個空間持續作為我們的基地 那當然作為社區營造社區共產經濟的基地 很重視的就是和居民和社群的連結 那這個連結我們可能透過社區廚房的共煮共餐 或者是透過後面會提到 像這個是小家店的檢修還有各種的小活動 那因為今天的重點不是社區營造 我就比較快的帶過 好,那這次我們和所謂的社區 不是只有剛剛我講說我們位在一個社區的地下室 對,但社區營造的 尤其像像台北市這種比較人口密集的大都會 對,那所謂的社區營造 我們覺得比較好的應該是一個同心園的概念 就是從我們最核心的這一塊當然是花很多心力 但是那一個社區579戶不是我們社區營造的邊界 對,它是我們同心園的中間比較合 中間的園 那社區營造當然包括南機場地區 包括南萬華,包括台北 各種能夠和我們情投意合 對,大家可以一起來幫忙的 都是我們在經營的對象 好,我突然按不了 好,可以 那剛剛講到社群基地 這是說我們去年的時候有一次 也有進出也有來 那時候就是 好,我如果今天是在南機半半講的話 我就會順便打書 然後打 打上有,也是可以去買 對對對 反而就是呢,他後來回過 就是寫了採訪英國合作社 好,那這是我們在 這場交流 其實它的重點在於 這邊有一半的團體 是後來我們發展地方在地的培根事蹟 對,那這些團體然後持續的 我們現在每個月會 還沒有到讀書會的程度 還沒那麼認真 可是就是討論說 我們有沒有可能發展社區貨幣 或是什麼其他整個更社區經濟的行動方案 好,那這邊其實就是介紹社區的部分 還有我們在做的一些社區運照的事情 大家可以快速看過 每個社區都有小朋友 那抓小朋友是最重要又輕鬆的事情 因為其實例如說我們發傳單嘛 我按電鈴,然後我有時候會不好意思 對,但是小朋友按電鈴他就是按錯人 也不會被罵 對,所以抓著小朋友 是這個社區運照裡面很重要的一件工夫 然後這是在講說我們的基地 就是我覺得不敢說很成功 但是這個事件是我們經營的基地 成為社區資產的一部分的一個表現 那這是我們在做社區運照 我覺得蠻重要的事情 對,就是不論我們辦活動的時候 社區居民來多少 這當然是一種指標 但是在今天社區有狀況的時候 這是社區之前火災 然後需要重新游期 那我們是大家就整個地方社群發展協會 一起討論的成員之一 然後是他們就會一起在這裡去討論 那未來社區可以繼續怎麼走 對,那其實合作社的國際七大合作社精神 對,其實也就包括了跟社區的互動 對,好 那這就是我剛講到的社區廚房的部分 那接下來重點就是 哈哈哈哈,好,重點啊 那個 那個,因為昨天是一個社區對廣獎 所以我就直接從社會企業來講社會經濟 那其實在台灣的社會企業 OK,一直有兩種邏輯講法 就是比較懂的人他當然會知道 Social Enterprise 其實在一些文獻裡面 它是Social Economy Enterprise 那只是寫一寫大家常常寫成SE就縮寫 對,但是社會企業會有多種社會企業 然後尤其如果今天是 比較就是合作社界的朋友 他會甚至連社會企業這個字都不太喜歡 他會說那個就是叫做社會型的公司 或是社會型的企業 對,然後我們是合作社 對,那不過從 我自己知道的就是 就是一般從 這是歐盟 然後這是義大利 日本、韓國 對,其實在講Social Economy的時候 尤其是歐洲的 就是傳統有四個 從90年代開始的話是 基金會、協會、合作社加護助社 對,那不過 合作社強調社員的平等 但是在某些時刻 它其實會造成一種 多元利害關係人參與度的不足 對,它會有變成一點封閉性 所以對歐洲的脈絡來講 社會企業的發展其實一定程度是在修正跟回應這個問題 對,所以社會企業在歐盟的角度出發 首先就是重視多元利害關係人 那當然這個是一種解法 就是合作社只有社員在決策 那今天假設我們是勞動合作社 我20個人開工廠 今天決定工廠的排放要不要 就是那個減少污染 是我們20個人在決定 那我們會想我們自己怎麼賺 對,那今天如果是多一些社區的人參與可能會不一樣 那這件事情社會企業當然是一個解法 就是那另外一種解法的話就是 一般在強調solidarity co-operative 就是連帶團結 就是那個字很難翻 對,本來就是比較多元組成的合作社 就是它的社員不是只有同一種 對,你今天如果是生產合作社 它就不是只有生產者 它可能再加上供應商消費者 那你今天如果是純消費者合作社 它就不是只有消費者之社員 它可能會再加上一些供應商代表 進到社員的社員大會裡面 對,那這也是一種解法 OK,那無論哪一種呢 反正在這個時代趨勢下 就傳統的社會經濟的這四個成員 後來就再加上公資型的社會企業 然後全都叫social enterprise OK,那台灣在廣義的話 其實應該是包括上述 例如說在2014年的行政院的社會企業行動方案 它裡面其實就講它廣義的社會企業 就是包括各種類型 對,那不過呢 狹義的就是一些可能比較特別迷信 對,就是商業力量的一些推動者 它的社會企業邏輯就比較是狹義 你在跟我講話嗎? 對不起 可以可以可以 它其實就是公司 可是它是很地方的小公司 然後它會跟法律有關 因為像英國的話 它CIC就直接有一種 就叫是community的企業 對,那 CIC是社區利益公司 對 有例子嗎? 台灣的話 我覺得很多的部落經濟在推的東西 其實就是一種社區企業 對,但是 這跟你經營者和法律架構有關 就是你經營者有這個思維 其實我們剛剛講 全部都可以拿掉 你用有限公司 現有的公司 旁邊的有限公司 你就可以做到我剛剛講的東西 對,那可是這個叫經營者 那法律架構的話 它是確保一個更大的潮流 可能會怎麼走 那這個法律架構在台灣 並沒有社區企業的架構 OK 好,那 哎呦 五分鐘了 好,那 那就是講一個重點就是 社會經濟 我介紹我都會強調 一元變多元這件事情 因為 當我說它是一個可替代性的未來的典範的時候 那 順便講一下 今天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東北人見場之後 他們看過《烏托邦》那本書耶 對 你很期待的囉 對,好 《烏托邦》那本書裡面呢 在講社會經濟的時候 不是 整本《烏托邦》在講 未來的那個《烏托邦》想像的時候 他很強調一個概念就是 國家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 它是會混合體的一個存在 對,理想的社會不會去排除 有部分的人抱著資本主義在經營經濟事業 OK 這是一個烏托邦 本身就不會去排除某些人 他就是想賺錢 OK 好 但是 不會讓整個社會的大的架構 像現在一樣 整個過度的崇拜 就是日本主義 OK 好 所以這是我所謂一元變多元 而不是用新的一元來取代舊的一元 對 那這件事我們就可以從 歐洲社會經濟聯盟章程的第一條看得出來 這句話跟大家一起念一遍 重視個人及社會目標 高於追求資本與利潤 OK 它用的是高於 高於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你要不要追求資本與利潤 OK 沒有人管你 重點是我們要重視個人及社會的目標 對 那這是 講社會經濟有可能做為一個替代性的典範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對 好 那其他的我覺得就是 很基本的民主的參與 那當然所謂的民主 是要 等一下 這個沒講到 好 後面的定義可能會講到 好 這是我剛講的 多元取代一元 而非新一元取代舊一元 然後 就是反對過度商品化 並不是反對商品化作為一種經營策略 OK 然後 反對投資利益的最大化 並不是反對投資者也是有價值 他拿錢出來也是一種投入 對不對 那 這樣我們就幫他定百分之一 主費盟小朋友做事也是定股息百分之一 但沒有人說你是投資者你是萬惡資本家 所以你拿一百萬出來 經過一年之後你要少九十九 你要少一萬 對 就是投資者也是拿個東西出來的 OK 好 可是重點是 我們不要把公司的治理目標 服務對象設定成資本持有者 對 而是應該要重視多元利害關係 如何共同治理 好 那 反對資本的利潤 尤其是反對淨利 稅後淨利 這件事情 最大化 它不是一個經濟事業的重點 對 但並不表示 經營要有結餘 OK 像我剛才在講 勞動合作社的例子 我們現在都已經 租金快付不出來了 對 然後我們還把每個 就是假設今天一個案子 總共會賺一百萬 然後一百萬就是 所有勞動者就分光光 那到底誰來付租金呢 對 所以 呃 從會計上叫做毛利 對 就是你要 扣掉你的執行的成本之後 你要有一定的錢來支付你的行政成本 對 行政運作 OK 所以這是應該要評估事業的風險成本 跟投資需求 對 投資需求是說 我除了拿來付行政成本之外 我還是要再多留一點 多留一點是誰 送給資本家嗎 不是 因為我們整個事業 整個一群人 或者是我們跟社區共好 我們需要學習 需要投資 對 或者是留著防範向我們社區 就遇到火災 對 所以這是應該要謹慎評估的 但是我們依然是反對 資本的經濟最大化 當作一個經濟事業的目標 或是當作經濟發展的指標 這都非常的荒唐 OK 好 那 英國 這剛打輸打完了 好 香港的 這個我想特別講一下 對 因為既然首爾的官網有繁體中文 這我看到都嚇一跳 對 所以大家如果對 首爾怎麼發展社會經濟很有興趣 就是你對全世界很多國家 社會經濟有興趣 你可以在首爾找到繁體中文 這對我這種英文不好的人 覺得很有趣 鼓勵大家去看 好 那這是香港 那我還蠻常跟 我在旺華跟一些社群朋友在講 我蠻常講香港 倒也不是它的發展是 社會經濟做得很 很前面的 對 因為 坦白講難免還是歐洲 在 或是加拿大 在社會經濟的發展是比較 更成熟跟有規模 但是講香港是因為呢 在實際推動的這個溝通過程中 我今天如果講的是香港 有沒有 離我們很近 機票秀一下就到了 然後長的那個城市樣子 又跟我們長得還蠻像的 那我今天隨便放什麼照片 就是人啊 也長差不多那樣 然後用的是繁體中文 大家就覺得 哦 原來是有可行性的 對 這就是一種 就是 影響人的策略 好 那 我蠻喜歡香港的這個社會經濟地圖 它把 香港的包括社會企業 社區農場 然後 社區支持型農業 合作社 就是 羅列之後 它在右下角有一個標語 生活就是政治 社會經濟就是抗爭 對 那 大家多少都聽過 香港在面對 不論是地產霸權的 資本主義的問題 或者是中國高壓的政權的問題 對 那其實對他們而言 社會經濟就是抗爭 對 好 那最後就快速講一下合作社的其他原則 就是 社員的民主治理 然後你會發現 就是 關心與投入社區發展 那 為什麼我剛會講 社會企業在歐洲 欸 我後面有一頁 好 這個對 在歐洲就是會講說 欸 因為合作社 在 治理的過程中 有可能 它的法律架構 基本上保障的是以社員為主 所以 相較於 基本上如果今天是一個基金會 或者是一個 協會 或者是不管它是什麼 反正 叫做非力組織的 都很容易被人家 冠上更大的公共性的想像 那 但是在歐洲 合作社是很普通的經濟事業 所以 就像 屠宅場 可能是一群合作社 對 然後今天 某家店 可能是 勞動者合作社開的 對 那 這個裡面 怎麼去撐開那個 公共參與 治理的部分 其實是 歐洲那個時候 後來社會企業的一個重點 對 那當然它也是 就像每 增加一個新的一種 經濟事業或相關政策 還蠻大部分 也都在想要解決 事業問題之類的 對 那這也是台灣 當年 勞動部會去推 多元就業方案 的一個 取盡的對象 OK 好 我 最後就 停在 這是 剛剛這頁 有個 EMES EMES是 歐洲在講 社會 就是在研究社會企業的 算智庫吧 對 然後就提出一些社會經濟 社區社會企業應該有的 經濟面的指標 社會的指標 和參與治理的指標 因為我剛才講那個脈絡嘛 所以你有沒有參與式治理 是很重要的 對 然後去確保厲害關係人可以參與 所以 EMES如果用一句話來定義社會企劃 它會講說是多重目標 對人厲害關係人 和多樣來源 這個 這個我最後再解釋一下 多樣資源來源是因為 它直接包括了 捐贈 也是一種社會企業 OK 這個可能在台灣很多人 比較難理解 那 其實包括說像 真實無透霸裡面 他在講社會經濟的時候 他也是包括 他在舉的例子是 維基百科 對 維基百科是那個 美國那個什麼基金會 我忘記了 對 然後再加上全球大量的志工在運作的 OK 所以 社會經濟它其實是 概念上很本質地去讓我們思考 經濟的發展 它在於說 我們有沒有讓人 可以滿足它的需求 有沒有讓社群滿足它的需求跟目標 有的話 能達到這件事情 它就是一個好的經濟發展 至於你在這個經濟活動的過程中 創造了多少 法常貨幣的那個產值 或者是多少的交易價值 或者是多少的貨幣累積 那個都不是經濟的發展指標 OK 所以 今天 就是 是不是強調你用 把一個 明明可以大家用的資源 然後你把它商品化 然後在商品化之後銷售 然後來賺錢 然後維持自主營運 這是一種策略而已 對 那你今天如果 有些資源 它本身就不應該被商品化 它應該有保持它的公共性 那我們用 也許是量能付費的方式 也許是捐贈的方式 對 那它依然是一個經濟事業 OK 所以 一個好的經濟事業 所謂的好 假設 用淺白點 一個不會倒的經濟事業 取決於它的財務管理做得夠好 而不是取決於它的來源 是接受捐贈還是賣東西 對 因為它都會面臨不同的風險 所以它財務管理做得好不好 才是一個好的經濟事業 能否維運的重點 那最後就是 我個人對社會經濟的話 就是講八個字 以人為本追求共好 那希望這樣的經濟體系 可以在台灣有好的發展 謝謝 好 前來從合作社的角度來談 社會經濟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想其實大家有很多問題 有滿滿一夜 待會準備拿出來用 好 那我們現在請生佑 生佑他基本上應該是從 社會企業的角度來談 OK 交給你了 我已經下午講了三小時 很累 還有 不好意思 我會從社會企業的角度來講 叫我謝老闆就好了 應該 反正認識不認識都沒關係 今天就會認識 欸 這怎麼放 用 好 那 我的PowerPoint基本上就參考用 因為我不大喜歡用PowerPoint 所以就需要放的時候再放 不需要我們就把他聽到第一張就好 我有一次去農會演講 上課 我去了第一堂 他還跟我說欸 下午的講師不能來欸 你能不能幫我們撐一下場面 我說你沒有早一點講 害我我就不敢放PowerPoint了 那不小心我就兩張講了七小時 所以 所以有這種案例 所以放心我第一張可以講很久 好 我確實是從社會企業的出發 那 我覺得 剛剛很感謝仲廷整理的一些 關於歐洲在談這種社會經濟 或者是 這種 社會企業的思考的思想的脈絡 那這確實在台灣是比較少的 台灣比較沒有從這種歐洲的角度來談這些問題 不過不用緊張 我講的比較有趣 我就不會再把那個脈絡再講一遍 我希望我們可以來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 其實 我覺得我們自己有沒有很認真的去思考過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談社會企業 或者我們今天要談社會經濟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們需要談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們不要談社會主義就好 為什麼我們今天需要談另外一個可能性 那我覺得很多時候我們確實在台灣敢流行的 風潮比較多 今天流行合作社就大家合作社 今天社會企業就大家社會企業 那到底我們今天追求這樣一個新型態的 經濟組織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自己沒有認真想過這件事情 你們知道台灣有多少合作社嗎 不知道吧 四千多個 我們有四千多個合作社 所以其實台灣合作社也並不少 但是四千多個合作社你們覺得有幾個是真的 你們覺得有幾個是真的 一千以內 一千以內可能更少 講實話 可能十個以內就偷笑了 大部分是假的 那我想我這樣問你們大家也會覺得很多合作社是假的 那你覺得什麼才叫做真的合作社 對 你們覺得什麼算是真的合作社 如果是說大家對裝飾是有有使用權但沒有有用權這樣算好 比如說我們這個集體其實很多人都可以來用這個東西 這當然是非常理想的狀態 非常理想的狀態 是啊 那我覺得我們應該是認真思考一下 當我們心裡會覺得很多的做事是假的 社會企業也是 台灣的社會企業也很多 非常多 真的沒幾家啦 講實話 要錄影 我每次都叫我這樣害人 真的沒幾家 可是當我們心裡覺得有些是真的有些假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認真想過那個真假的那一把詞到底在哪裡 我們有很多種討論社會企業的方式 比如說 其實第一張蠻重要的 等一下 第一張很重要 因為要自動性行銷 開玩笑 這也是余夢訊 這是大家的真正 其實這個是我們一般很容易去做的一個方法是把這個社會上我們可以看到的經濟組織的類型 我們做一些光譜上的分類 有些使命比較強 有些是這種商業性比較強 但是像這樣的分類其實也無助於我們去釐清什麼到底叫做社會企業 或者社會經濟的本質是什麼 事實上我們有時候都很害怕問這種非常哲學性的問題 比較簡單的是我們從經驗上來看 有哪一些形態我們來梳理一下 這一種就屬於這個企業社會責任 這一種就屬於這樣的那種傳統的非利組織 事實上這樣的分類 我們只能在經驗上去分類有各種類型 但是它還是沒有辦法讓我們去釐清 那到底什麼叫做社會企業或者一個企業 一種經濟組織的型態具有社會意義 到底在什麼角度上我們可以這樣宣稱 那當然還有一種說法 就是會說這個社會企業或者我們講這個企業如果要具有 一個經濟體要具有社會價值 它的大概這個企業的經營要主要的目的 要用在解決社會問題或者達成社會目的 然後它的營收不能放到股東的口袋 要繼續用在它的這個所設定的社會目標上面 大概我們就會看到一般對社會企業的討論 會採取這樣的角度 可是我覺得這樣的討論還是沒有辦法讓我們理解 到底什麼叫社會企業 當然沒辦法 不然我問你們 哪一個企業沒有在解決社會問題 哪一個沒有 你信不信不信 等一下我們去六條通 隨便找一家阿公店 你有沒有解決社會問題 我跟你還可以講一套給你聽 我當然也在解決社會問題 那它解決社會問題 要賺的錢繼續開第二家分店 我沒有放到股東口袋 我繼續持續我要達到的社會目標 它算不算社會企業 當然不算嘛對不對 所以其實它是不是社會企業 不會是因為它是不是解決社會問題 或者達成社會目的 然後再把它的錢 不放入股東的口袋 持續去實現它的社會目標 就叫做社會企業 不會的 這樣的討論 仍然無助於我們去理解 什麼叫社會企業 可以理解嗎 舉例來說 再舉一個極端的例子 如果今天台塑 說我們今天開始 台塑所有賺的錢 都捐出來做社會公益 那它不會就會變成社會企業 不會嘛 還是不會嘛 所以一個企業是否為社會企業 而且重點不在於它盈利之後的利潤如何分配 不在於這一點 那也不在於它是不是解決了社會問題 所以我剛剛講 沒有一個企業沒有在解決社會問題 那到底怎麼樣去界定 我們今天談一個企業或一個經濟體 它是社會性的 那個社會的形容詞 我們用這個形容詞去限定某一種經濟行為 這個形容詞的限定到底應該怎麼去理解它 我覺得這件事情才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 那當老闆的好處就是我不用引經據點 所以謝老闆的定義就是這樣子 我的看法是這樣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認為今天我們所有談社會企業 或我們今天談這種社會經濟 這種新的經濟組織 如果不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跟反省上 那我們談這些都沒有太大的意義 如果我們今天不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的批判 我們今天要談社會經濟 我們今天要談合作社 我們今天要談社會企業 那其實只不過把某一種社會的價值 重新包裝成為一種商品來販售 如果我們今天不徹底地去翻譯資本主義 今天談的社會經濟、社會企業 或者是各種合作社就會變成 我剛剛講的那種狀況 如果是那種狀況就不是邀請我們來談 就應該要邀請澳美來談 對不對? 怎麼幫你把社會價值包裝成商品 所以我們今天不一樣 我們今天要談的是重新思考 為什麼我們要重新來談 要以一個社會的概念 重新去限定一個經濟的意義 我想我們可以從幾個角度來理解 其實自有人類社會開始就有分工 這可以理解嗎? 沒有分工就沒有社會 這可以理解嗎? 如果你今天你活生下來 你就可以一個人滿足你所有的需求 那其實今天是不需要社會的 今天人的生存 我們需要社會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我們沒有辦法一個人滿足你所有的需求 不管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 我們今天覺得說人跟動物的差別 在於人具有某一種精神性的 這種自由意志的能力需要滿足 那你要滿足 你要有一定的物質條件 你才有餘餘去做這些創造性的活動 那對不起 人要達到這種 我們認為人的理想生存狀態 是需要在一個分工的社會狀態底下 才可能達成 只要有分工就一定要有交換 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今天分工不交換? 神經病分工不交換那幹嘛分工 對不對? 所以只要分工就一定要講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 沒有分工就沒有社會 同樣的沒有交換就沒有社會 有分工有交換就一定有市場 市場從一個面向來看叫做供需的媒合 經濟學是這樣跟你講 但是從社會學來看 市場其實就是一個社會整合的機制 我們重新把透過分工的這樣的一個勞動成果 我透過一個重新媒合的機制 把這個分工重新的這些勞動產品 重新做一個分配 不管根據工需或根據什麼 所以你可以發現 其實這也不是什麼太深奧的道理 對不對? 但是其實理論的數位寫得把它寫得比較深奧 但是其實道理就這麼簡單 有社會就有分工 有社會就有交換 有交換就有市場 所以其實市場交換商業這一件事情 在人類的社會 跟人類的社會是同步發展的 如果我們把某一種市場 把某一種交換 就看成是一種商業的本質 可是我們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 我們對商業的認識只有一種型態 那種型態就是資本主義底下的商業 OK? 我們覺得商業就是資本主義 其實我們或多或少都帶有一些 我相信今天大家會來都帶有一些反叛 就不滿資本主義的情緒 但是我覺得第一個 我們要先釐清一件事情 資本主義跟商業不是同一件事 所以對我來看 我們不管今天要談的是合作社 社會經濟或社區經濟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解放商業 要把商業從資本主義的文化模式當中解放出來 OK? 那沒有資本主義就沒有商業 當然不是 我剛剛講過 只要有人類社會就有交換 如果你去看那個經濟人類學的書 我會告訴你很多 難道16世紀資本主義之前 人類社會就沒有商業嗎? 怎麼可能對不對? 所以其實商業有很多種可能 那我們回到 這就回到說其實所有的商業 所有的交換 所有的勞動分工 它其實最原始的意義是在服務 讓整個社會的系統更良善的運作 這是整個經濟生活的目的 可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型態的發展 我們今天沒有時間認真講什麼叫資本主義 這是另外一個演講的活 另外一場 如果要講就要另外一場了 所以 但是在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底下 這樣的商業 這種我們的經濟活動 經濟生活 我逐漸的跟社會目的脫離 我們現在的經濟活動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要擴大資本 擴大資本的積累 我們要追求更大的產值 我們要追求更大的經濟效益 那如果要追求這些效益 我要做哪些行為來增加我的效益 哪些行為 比方說我要擴大我的資本的投入 然後我要怎麼樣 我要盡量的在我的整個產業擴張的過程當中 盡可能的去排除不可控的因素 什麼叫不可控的因素 人是最不可控的因素 我講一個故事 我認識一個企業家 他跟我說 他最近要簽廠去印度 工廠要去印度 我說你簽廠的邏輯是什麼 他跟我說沒有 哪邊工資低我就簽去哪裡 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這句話表示 他的生產 他的工廠的生產模式的 勞動的技能是非常低的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哪邊工資低就移去哪裡 誰都可以上工 那這種勞動的技術低表示 他大量的依賴機器的生產 然後都是SOP化的生產 所以每個工人 你小學畢業也可以做 你的工作是很簡單的操作 這是產業發展的資本發展 他為了追求他最大的效益 他必然會形成這樣的一種 這個企業經營的邏輯 在資本主義底下的商業發展 或企業發展邏輯 所以對他來說 今天這邊的工資比較低 我就把這邊的廠結束掉 我就移到這邊 那他會不會考慮你這樣一轉換 那這邊的工人怎麼辦 不會對他來說 這不是他需要考慮的問題 他需要考慮的問題 是我到哪邊去的成本效益 的CP值比較高 而不是我離開了 我會造成多少的失業 那這不是我的問題 這是政府要思考的問題 這不是他的問題 OK 這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底下的商業模式 或者是經濟的思考模式 那也是因為如此 所以當整個在資本主義文明底下 我們會發現經濟的發展 跟社會目的越來越遠 那以至於我們今天談社會經濟 會變成是一個很奇怪的詞 OK 但是如果你是從 像我們這種讀社會學科班出身的 就會覺得很奇怪 社會經濟這個我們會覺得很理所當然 經濟生活的目的 不是就是為了讓整個社會系統更完善嗎 所以社會經濟理論上應該是一個 它本來就是一個很合理的概念 但是很對不起 商學院的出來就告訴你 莫名其妙 我們要追求那個產值 怎麼會還要去實現社會目的 他就把它拆開變成兩件事 所以今天要重新談這種社會企業 或者是合作社 或者各種型態的社會經濟 其實很簡單的說 我們就是要把這一種 在資本主義底下的經濟模式 重新解放 然後重新把經濟的目的 放在社會的目的底下 OK 那這是我認為這是我們所有談 不管你用什麼term 它的核心概念是一樣的 所以我會說 社會企業其實就是社區經濟 就是團結經濟 它跟合作社的本質是一樣的 只是在策略跟方法上的差異 從我的角度來看是同一件事 如果你沒有把它的 從對資本主義的反省批判出發 然後去理解到它的骨幹 它的核心 我們講道跟樹 那個道是一樣的 那只是我們在實踐技術上的差異的話 那就會陷入一些我認為不是太有意義的爭辯 比方說到底合作社好還是社會企業好 我認為那個是操作技術的問題 從我的角度來看 那所以社會企業的核心是什麼 我認為就是 如果要用最簡單的定義 積極一點的社會企業 是指你應該透過企業的發展 去創造更大的社會團結 當然是民主意義下的社會團結 那消極的社會企業 是至少你企業的經營 要減少對社會團結的破壞 OK 這是我對社會企業的核心的定義 有了這個核心的定義 我們再回頭來看 一個企業的經營是否達成某些社會目的 才有一個阿基米德點 所以這樣來看 這樣來看台塑就很清楚 它造成的社會團結的破壞 遠大於它對於整個社會連結的創造 所以很簡單 我們就可以把台塑很清楚的說 不管你捐多少錢出來 對不起你都不是社會企業 所以我可以找到一個去區變它的一個點 一個分割點 所以我對社會企業的定義是這樣 比較簡單的方法 那為什麼我選擇一個企業的方式 去實現這樣的一個社會目的 而不是合作社 而不是什麼 我這裡有一些心路歷程可以分享 我以前當然是從這種社會運動和NGO參與 參與這些團 NGO跟社會運動 那我常思考一個問題 其實有在NGO工作的朋友大家都知道 NGO最辛苦的就是什麼 募款 如果你要跳槽都要問一下 你那個團體會不會發不出薪水 或者是會不會沒有計劃 所以其實在社會運動常陷入一個狀態 叫做自我剝削對抗剝削 對不對 沒有辦法我們只好自我剝削 那我覺得這樣是行不通的 我覺得我們傳統在理解社會的架構模式 就是第一部門第二部門第三部門 這樣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我常說嘛 這個第一部門無法解決的丟給第二部門 第一部門第二部門都無法解決第三部門來擦屁股 但問題是第三部門擦的屁股 問題是誰產生的 都是第一部門第二部門產生的問題 第三部門來擦屁股 這不是莫名其妙 而且大部分的問題都在經濟活動的過程產生 那如果你有學過管理學 你就知道嘛 一個有效的管理一定是從源頭降低問題的產生 不是事後再來解決問題 那如果我們今天把社會當成一家公司來治理 那你應該怎麼治理 你應該讓他問題產生再來治理 還是前期就避免問題產生 前期避免問題產生嘛 所以對我來說 把企業的經營 把商業的經營回歸到社會的目的底下 這是理所當然的 就算我今天完全用今天從管院的邏輯來看這件事情也是合理的 我們應該在商業活動 在整個市場活動的初期 經濟活動初期就避免問題的產生 不是事後再來散後 那這是我第一個選擇 為什麼我要用社會企業的方式 很清楚的我不想要再去查整個經濟活動創造的問題 我認為應該創造一種新的經濟活動的型態 這樣的活動型態是避免問題的產生 那它是一個在市場上可以被接受的 我剛剛仲庭有提到說 這個在經營的過程當中 會接很多公共的服務 你就政府的不要 坦白說這是台灣現階段的任何社會企業 或者是這種合作社 或者是說這種具有社會目的比較強的 這樣的一個經濟組織 現階段大家要存抹的策略 講實話啦 這真的啦 我們一定要一定程度的 再透過這種政府的計畫案來維持 但是它絕對不是一個這樣的 一個社會經濟的組織 最終最終存活的方式 如果我們永遠要依賴政府的案子存活 就表示我們沒有創造出一個新的社會連結 像我看待市場的意思 市場不只是供需 市場是一種新的社會連結的關係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在市場存活 我表示一種新的市場連結的形式一直沒有出現 但是我不是說這樣不對啦 現階段真的包括我們都非常困難 完全在市場上靠市場的樣子立足 這很困難 這有台灣的一些歷史脈絡跟條件啦 這等一下再說 但是我們始終要很清楚 始終要很清楚的是說 作為一個社會經濟的一個運動團體 最終我們一定要想辦法在市場上站起來 那那個市場不是在現在的市場 我們必須創造一種新的市場 讓我們可以站起來 那那個新的市場出現了 新的市場機制出現了 新的一種社會連結出現了 那才是我們理想的一個社會 第二個為什麼 當時候特別選擇社會企業的方式 我也自己思考的一個問題 我們在構想一個理想社會的時候 我們不能夠在真空中想像 我們的眼前如果只是一片真空 我們要蓋一棟新的大樓 這問題都簡單 但是現實不是如此嗎 現實我們這個社會已經有它的既有的秩序 已經有它既有的體制 你不跟人家競爭很抱歉別人會跟你競爭 這實際社會的一個狀態是如此 那我就曾經問過自己這樣的一個問題 過去在NGO或社運 其實你知道嗎 我們以前在社運都常睡到下午起床 有一次我們幾個朋友都在開玩笑 人家那個老闆就七點就起床了 我們都睡到中午才起床 然後我們都下午工作一下 晚上大家要喝酒放鬆 所以我們到底要怎麼對抗人家 我們連那個工作的密度都比人家低 我們還想對抗人家 我們對抗人家 好看我們在夢裡對抗比較快 其實這很認真的讓我去思考一個問題 其實效率這件事情 很多時候我們是批判它 但是我們也忽略效率的重要性 講實話啦 我跟我的夥伴說 我們要成功只有一條路 叫做我們要比別人有效率 我們沒有第二條路 真的 我舉一個例子 如果今天假設李仲廷是一個非常惡指的企業 假設啦 假設啦 不然那個禁書好看起來比較像壞人 惡指的企業 我們是一個非常有社會責任的合作社 好的 那我把我的這個所有大部分的利器跟利潤 我都拿來做整個社會教育 比方說你是生產者 我來培養你們這些生產者 OK 好 那他都在旁邊 就完全不做這些社會服 就滿腦子只想賺錢 好 那我的所有的利潤 八成拿來服務的這些對不對 然後照顧我的員工給合理的條件 那個結果是什麼 在理想上叫做很好的合作經濟對不對 在現實上叫做你沒有任何的資本去抵禦風險 結果你現在公司 假設我賺了十塊錢對不對 我拿了八塊錢出來服務 結果公司剩下兩塊錢 那他也跟我一樣 他公司也賺十塊錢 那他就跟我輔導的這些農民說 來來來你們過來 我跟你們的收購價一公斤多五塊 你覺得有多少人會投降 很抱歉現實的情況 這些農友十分之九都投降 但是他 你為什麼沒有能力去跟他競爭 是因為我的錢都拿來服務了 但是我沒有任何的資本去抵抗 去抵抗這種在市場上競爭 你今天不會因為你叫做社會企業 或者叫合作社 我是合作社 全部不能來跟我對抗 對不起 真實的世界沒有這回事 OK 同樣的今天也不會因為你叫做合作社 或者你叫做社會企業 所以你就不用去處理一些 一個組織要營運的正常的琐事 舉例來說我是做農產品的對不對 我今天會不會因為我叫做社會企業 所以我就不用理貨 不可能嘛 我還是要理貨嘛 也不會因為我叫社會企業 農產品就自己會理貨 不可能嘛 我還是要理貨 還是要做這些事 我今天會不會因為我叫做社會企業 所以我就不用一個會計在那邊起帳 不會我還是要一個會計起帳 你會發現你的營運成本 跟所有的一般的商業公司 營運成本是一模一樣的 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人家沒有社會使命 人家沒有社會負擔 你有 那你怎麼辦 我就跟我的朋友說 我們只有一個方法可以活下來 叫做我們要比別人更有效率的工作 我們才能夠在這些勞動的過程當中 擠出一點點時間跟利潤 跟引以來做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你沒有第二條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創新就非常的重要 我談的創新是很務實的創新 我談的創新不是理想 我們可以構想一百種很理想的創新模式 就是說我們如果能夠在床上躺著討論那個計畫 這多棒啊 你看這樣的 那我不會這樣討論 我們的創新就是要讓我們更有效率的去完成事情 我們必須想這樣 我們是必須想這樣的方法 我們被迫想這樣的方法 我們必須想一些方法 讓我們跟生產者跟消費者之間的關係 可以變得更緊密 那個緊密不能停留在道德的訴求 OK 為什麼我會把自己丟入市場上去試煉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否則我們永遠跨不出同文城 真的啊 我以前剛到社區去的時候 最喜歡講什麼 我是做議題的 做運動 社區都走很遠的 你說你是什麼人很恐怖的 做什麼運動 是要去你的龍行政院 大家怕到死 其實後來發現 其實當我開始認同自己是一個謝老闆的身份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我跟社區的距離變近了 因為其實他們很容易理解一個叫老闆的人 但不大容易理解一個叫社會運動的人 OK 那你就可以理解其實商業的生活是一般人裡面最容易理解的一種生活樣態 那我們如何在他們所熟悉的樣態裡面找到另外一條路 對我來說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OK 比方說我們會做的事情 就是 你知道嗎 有時候叫大家審議議題是很困難的 我們審議一下菜價好了 那你不要講審議 你講審議就很恐怖嘛 那什麼叫審議很恐怖的聽不懂 何必一定要講審議這個詞呢 就說大家參加多少 這價錢怎麼不合理 大家就會來了嘛 其實我們可以透過一些方法 方法 那這個方法必須是很務實的方法 去改變在我們生活的領域裡面 在經濟生活領域裡面 我們日常就會接觸到這些人 他們習慣另外一種方式去進行他們的經濟生活 我們來好時機的菜價是能參加的 那就不一樣了 他們在這裡開始去知道 有另外一種經濟互動的可能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認為 我認為的一個 我採取的一個策略 我採取的一個做的方式 那是對是錯當然也很難講 那回到這邊我就覺得說 這裡我自己也有一些感觸 其實在台灣我們今天不管講合作社 講社區經濟 講社會經濟或社會企業 其實我們有一些條件 我們其實自己要很清楚 我們跟歐洲跟美國 甚至跟日本韓國的條件都不一樣 就物質文明來看 台灣還可以算先進國家 或許還可以 或許加個或許會好一點 但是就公民素養來看 台灣絕對是後進國家 真的啊 我講一個現象就知道了 我也一年去找我哥 我哥住美國 他住在鄉下 我哥就一直提醒我 跟你講喔 你那種開過去 你只要看到那個 STOP 你一定要FULL STOP 他住在那個鄉下也知道 一望無跡都是鐵 神經病 一望無跡都是鐵 可以看到沒有車 對不起 他們就是FULL STOP OK 那他們真的很規矩喔 這如果兩邊有車 一定是第一台這邊過去 第二台這邊過去 第三台這邊過去 沒有紅綠燈 那我就說台灣 我們不要說有一個Sign 不要說有一個Sign 叫做STOP 我們不會停 我們就算紅綠燈也是都參考用 沒有錯嘛 南部也都 都市不要講 美國的都市也是很亂 都市生活緊張就算了 我們南部那種很悠閒 那紅綠燈都參考用嘛 所以其實我要談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是 沒有足夠的社會基礎 這社會基礎 包括我們基本的社會的公民素養 我們沒有這些基礎條件 去撐起一些很進步的制度 加上台灣過去 快速的跳躍式的成長的過程 其實我們缺了很多環節 都沒有人去補課 坦白說我們在台灣 重新談社區經濟 談社會經濟 談錯這件事情的時候 在國外或許是 在一個成熟的社會條件之下 他們在尋找另外一個可能 其實台灣比較悲哀 我們今天重新談社會經濟 社區經濟的時候 往往是回頭在補這些 快速跳躍社會成長過程當中 我們在補這些漏洞 這是我覺得在台灣的現況上 是比較辛苦的地方 那很多的漏洞 是很難想像的 你知道嗎 我講一個真實的故事 但我可能或許 時間也差不多做個結束 我們曾經一開始在做這種 協力小型生產者的社區 共同購買網絡的時候 那我曾經協助一個農友 那我跟這個農友 我認識其實非常久 那我就說 我一個月 他其實後來因為他沒有辦法 他的地非常小 他沒有辦法在他的地裡面 跟做生活 然後他就去開娃娃車 那他開娃娃車 一個月的收入就兩萬塊錢 而且就是 就是 就是沒有年終獎金嘛 而且這種工作 是什麼時候會沒有都不曉得 那我就跟他說 那你回家這種天吧 他每天就是 就是開完車就回家嘛 然後下午再去開車 我說那你就好好的做你的田 我說 你娃娃車 一個月的薪水多少 我就付你多少錢 然後勞健保 我還給他勞健保 還有保障都會比還要好 那我就開始付他 每個月的這個薪資 那當他田裡面要一些的改善 我通通都幫他指引 結果那一年我大概付了40萬 結果那一年這個農場的收入大概有10萬 我覺得還蠻開心的對不對 至少補貼了10萬 那可以慢慢成長也不錯 結果呢 我這個農場品賣完之後呢 欸 這位大哥非常有趣 他就打電話給我 我說欸 神友你怎麼沒有把貨款寄給我 我說我不是一個月付兩萬塊嗎 然後跟我說 沒有啊 你付的是我的工錢 你又沒有租我的地 那所以賣掉的農產品當然是我的啊 為什麼會是你的 OK 你覺得他不懂那個道理嗎 你會覺得他是故意要跟我 我覺得這很常理判斷就會覺得他在故意跟我揮嘛 對不對 好那當那個當下我沒有很生氣 我只是很沮喪這件事情 我說為什麼我們認識這麼久 然後我這樣對你這麼好 你要跟我揮這件事情 而且我這樣蠻難過這個事情 那有一天喔 後來我花很多時間去跟盤商交朋友 因為我要了解農業的產銷體系是怎麼回事 那有一天一個盤商就跟我講了一句話 讓我恍然大悟 他就跟我說 欸 他們都叫我謝老闆 欸小老闆 台語聽得懂嗎 我說 我們是你們看不點的人 聽得懂嗎 我們就是你們看不起的人 我們做的工作也是你們都看不起的 以前農業是這樣嘛 最看不起的人做最看不起的事情嗎 我們十幾年來 十幾年來我們也做了一套秩序 你現在憲我們做得很壞是什麼意思 說十幾年來你們也從來沒有照顧過我們啊 你們有誰在鄉下帶一下讀書會 那個真實無動沒有嘛 從來沒有人照顧過我們嘛 從來沒有人覺得我們重要嘛 那你現在就開始大家都罵我們都做得不好 他說 他說你們這些人是幹嘛 這十幾年來你們誰關心過我們 欸 好 但這就讓我一個很深的體會 我們確實在 像我在 我們在做這種的工作領域裡面 我們的服務對象大概是農業領域 我常常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 以農業來說 我們十幾年來我們不重視這個領域 我們因為了某一種在經濟利益的選擇上 我們放棄的這個領域不管它嘛 那導致這個領域裡面有很多狗屁刀刀的事情 然後很多是真的是他講那個盤商講 我們以前都是跑路的人才會來做盤商啊 去批發市場批貨出來換現金啊 那這個領域 那我同學在留在鄉下種田的就是那個國中畢業 沒有繼續讀書的 然後最 那種 假日就是在廟林獲冬季嘛 不然平常就是在報婚教嘛 他們的日常世界就是這樣 好 那我們如何可能期待這一些人 跟我們一樣有很高的道德視野 我們可以看到哇 那個社會經濟好 非常的美好 不切實際嘛對不對 我們讀了那麼多的書 我們都要這麼多的討論 我們大家才有一點點覺得社會經濟很重要 我們怎麼可能期待這些人 跟我們一樣有這樣的想法 這是太不切實際的想法 那我們怎麼可能期待這些人 跟我們一樣 對現代社會的法律系統有畏懼 我們不能詐欺喔 詐欺怎麼可能不可能嘛 OK 那所以當我們今天會發現說 我們很多的環節 基礎 這是很多的歷史過程或歷史工業造成 那我怎麼可能在這樣的基礎上 去做好一個新的 理想的一個社會經濟的形式 不可能 所以我很認命啊 我認為現階段台灣要去做這些 新的經濟模式 我們也沒有第二條路 就是回頭去補這些 我們過去快速跳躍式的 社會發展過程當中的這一些漏洞 我們現階段的社會其實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別奢望我們可以在現在這種流沙般的基礎上 我們可以超越資本主義 可以找到新的地方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這個世代可以回頭把這些漏洞補好 我們就功德一見了 然後下一個世代有好的基礎可以往上發展 我認為啦 我自己在做能有看到這種 真的是千窗百孔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回頭去補這些漏洞 那這是這個階段我認為台灣的 這種具有社會使命的這種經濟組織 應該做的工作 也唯一能夠做的工作 好 好 非常感謝蝦老闆 然後公主 確實我們現在整個台灣的環境真的是千窗百孔 不過坦白講 政府也想要處理這個千窗百孔 所以呢 坦白講現在台灣社會企業資源非常多 大家應該可以理解 現在整個政府大概捧了幾十億的資金 在扶持社會企業 然後甚至還鼓吹什麼天使創投 想辦法要投入社會企業 可是相對來講像合作社主持 我大概去顧了一下我們一整年的中央政府的預算 不到一億 不到一億 所以這其實還是有資源的落差 有資源的落差 OK 那 從這裡我想 事實上 其實我有百多的問題 那我先提一個 然後我們就 大家可以 就現場來提問 我想其實大家 剛剛兩位都已經談到了非常多 現在屬於社會的這一塊 但是我比較好奇的是 我們看到資本主義最大的問題是 它是超越國家之上 OK 大家可以理解 整個資本主義是超越在國家之上 那相對來講 我們要怎麼看待社會經濟跟國家的關係 我想大部分從商的 不管你是合作社或者是社會企業 應該都不希望國家過度的干預 但是回過頭來 當我們去干預或者是不期待過度的干預時候 我們要怎麼要確保合作社跟社會企業它的治理 OK 這是我的問題 我想也許待會兩位有機會可以回應一下 那我們就開放現場 有沒有願意提問的 我們都收集幾個 好 那我們先從前面開始 來 就是 合作社資源很少這一塊 就是因為我知道 韓國那邊政府非常非常的 扶植合作社 他們投入很多資金想要去推合作社 那就是台灣這部分有沒有辦法透過 像是政黨或是被引體組織去 就是一些 透過一些組織就對了 就是去倡議或是跟政府溝通說能不能推廣社會 合作社這一塊 就是去增加他們的資源 合作社會 都可以 都可以 好 好 來 那我再一個位老師 首先謝謝兩位的那個演講者 那個 也解答了我一點問題 因為 剛剛重提有打書那本合作社那本 我有看過 那我看的時候其實很吸引我 可是那時候 我其實自己一直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 那裡面寫的讓我覺得樂觀的部分太很多 可是我覺得實際在運作 我一直有一個疑問 但是剛剛因為聽兩位 包括謝老闆講 我就想或許是因為 那個在歐洲的脈絡 所以 因為我可能用台灣的狀況一直在懷疑說 那個東西怎麼可能經營的下去 譬如說他有提到社區的貨幣經濟 我記得有一個chapter 就是那些我是不斷的有疑問 但是剛剛聽了謝老闆講 因為我很感激那個謝老闆講 的確台灣這個實務上 然後包括講那個NGO的組織 但是我比較好奇就是說 我兩個問題請教兩位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不知道我透過兩位的演講 是不是回答了我看那本書的疑問 就是說那樣在歐洲的脈絡 他是可以運作 那第二個問題想要請教謝老闆 謝老闆剛剛一直講的是 整個台灣社會這個運作 那我比較好奇的就是說 因為您剛剛說要實務的運作 那這個運作用在您現在負責的是 你怎麼去運作 那未來是不是這個可以 因為我們很希望這套機制 是可以長久下去的 謝謝 好 那要不要我們 怕兩位的老細胞 好那我們就先剛剛這些問題 好來 那 好 神佑我跟著我們來 謝謝 開選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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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先回答主持人問題 好 沒有 我先講一下那個 增加國家資源對合作社事業的投入 對 這個 我覺得是有點回到剛剛神佑講的 就是我們 有沒有經濟典範的轉型 對 那 這 舉例來講 其實 合作社 或是 年輕的合作社的人 會在想一件問題 台灣的合作社是歸內政部 合作社的人民團體司 那是一個 小的單位 加上 那是一個 跟人民團體綁在一起的東西 那今天如果我們要倡議合作社 作為一個經濟典範的主體 對 那當然多元的社會經濟事業有很多種 好 那 包括合作社作為一個經濟事業 那 它是不是應該要 作為經濟部的 一個管轄重點 對 那 可是這直接 影響到的是說 你怎麼去 說服 整個國家 就是 迷信GDP也好 自由貿易也好 然後 或是 今天好不容易要推社會企業 可是 它的最主要政策是如何吸引天使投資 對 而不是如何促進地方的團結去發展 對 那 在這個大的經濟典範的思維 沒有改之前 就很容易 落入 有點像孫佑剛講的 就是為合作社的合作社 對 對 就是 合作設計當然一直有人在 在倡議 然後或是抓緊一些 政治機會結構 例如說 當年故宮的那個 事件 然後也促進一些 法 法律的推動 對 那現在 下一波有可能 隨著 目前國會的一些 立委 對 就是照 照顧的議題 對 開始在思考 合作設計可以是一個工具 那這大概也會再 往 讓合作設計的發展 往前再推一些 對 可是 它都沒有回到 經濟典範轉移的部分 對 所以 這個是 就是 我想 不論是民間倡議 或是 那個 未來目標 對啊 其實重點還是會在這裡 那這件事的 策略 也就不一定是要 只靠做社運動 對 就是 社會經濟也可以 或者像 曾祐剛剛講的 就是社會經濟 要不要用這個 其實都可以 考慮 就例如說 假設今天 環保團體力量比較大 OK 那我覺得 大家就改叫綠色經濟 我覺得也很棒 對 然後我們直接結合 那個 聯合國SDGs 那個 指標 永續指標 對 那 國家機器 基本上就是一個 看風向的機器 對 你可以把國家機器 想像成風向椅 差不多就這樣 對 所以如果今天 用 綠色經濟的架構 然後 其實環保團體在講 綠色經濟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 點判轉移的想像 從褐色經濟 重視GDP 重視 數字的成長 到以人為本 所以我剛才最後講 以人為本追求共好 我都 就只講八個字 我也沒有社會經濟 對 所以對我而言 如果今天綠色經濟推得動 那我一樣這八個字 拿去套 所以 就是 因為你剛才講的 是怎麼影響國家 所以我在想的東西 都是很 很策略性的 對 就是 哪條策略 更有機會去影響國家 對 OK 好 那這是回答你的問題 對 那剛剛那個 因為我覺得後面這個問題 比較是 深誘 針對深誘的 所以就 那 那個進出的問題 就是 社會經濟與國家的關係 我個人會 覺得 那是有階段性的 對 就是 如果我們 今天主題叫 烏托邦 我如果從烏托邦來回推的話 一個 一個社會民主的烏托邦 必然是小政府的 OK 就是 為什麼呢 因為 民主這件事情 或是公共性 社會團結 這些價值 這些價值 不是只能寄託在 一個 國家政府上面 為什麼 我剛說 就是 對社會經濟的向往 引導我去 研究 合作社運動 跟社區營造 因為社區營造 就是 台灣從 二三十年前開始 一直想要去推動 地方的 公共性的 一股運動 對 那 每一個地方 它都可以發展出 多重次的 多重 多層的 各種的公共性 例如說 共同居住的 可以去決定 他們共同居住的事情 那共同 也許是 共同消費的 可以決定 共同消費的事情 那就是合作社 那共同居住的 那個就很像是社區營造 對 那 今天其實 呃 這個有點像那個 三國時代 拉這個打這個 對 就是 在回 就是我剛講的是五朵邦 那回到現在 那現在的情勢就是 就是資本主義比較強啊 那社會經濟 這麼 就是 一點都不重要的東西 當然是拉著國家去制衡 不要讓 資本主義過度的 就是 當所有的土地 都被 財團買下來 其實沒有什麼好的經濟典範 可以發展 不論要換什麼名詞 都沒有辦法發展 對 所以怎麼用國家的力量去前置 不要讓 土地資源被 壟斷 對 那 例如說 勞動其實也是一樣的道理 今天 工會的團結權 對 聽起來好像是要 那個 法律保障的 但是當 團結權或者是 工人如何自主的 握有經濟實力的時候 國家的法律保障 是相對其次的 因為 就是對很多人 人而言 所謂的法律保障 它是對應到違法的話 可能會受法 所以它其實就是一個 只是 成本考量 就是 我要不要聽 然後我不聽 我會怎樣 會被罰 對 那所以它就是一個很 跟實力有關 跟成本考量有關的事情 那今天如果 一群的工人 他本來的經濟實力就夠強 那強到也不一定需要有資本的投資 對 或者是他們自己可以做為資本投資 例如說在加拿大工人的團結的基金 它本身就扶植地方的很多社區經濟的小事業 對 那這樣子也是一個公共性的展現 然後也可以是去邁向社會民主的重點 對 但它不必然去依附到國家 對 所以 就是對我而言 國家就是 大家的一個組成 而且 國家這件事情還要講到哪個國家 因為每個國家那個規模真的差太多了 對 但我們說北歐好棒棒 北歐沒有一個國家人口比台灣多 對啊 就是 冰島才幾十萬人 台灣是兩千三百萬人 所以當我們說 冰島的國家政府 在做什麼什麼的事情的時候 可能放到台灣來 大概就是 台北市的某兩個行政區 在做什麼什麼事情 OK 所以 公共性的想像 他不是只能用國家政府這件事情 我們怎麼讓 更多的地方也好 或者是 有共同利益關係的 那個關係人 他的這個共同體的想像可以組織起來 然後並且是用比較社會民主的方式 再去運作這個共同體 那我覺得這是社群照也好 合作社運動也好 或者是社會經濟 剛剛曾祐說那個 我們缺的那個公民素養的基礎 對就是要去補這件事情 這件事補得夠強大 那其實 國家是一個 相對其次的協助角色而已 對 那這個進程要拉多長 我也不知道 反正這樣做到我算多少 對 大概這樣 謝謝 講那個 跟國家 就 你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都希望國家很小 所以你會發現 對社會運動者對國家很小的想像 我們跟那個資本家是一樣的 所以這也是很有趣的現象 好 那我覺得怎麼看待跟國家的關係 我覺得應該回過頭先這樣思考 我們都很 對資本主義有很多的批評跟反省 但是我們恐怕很少真正的去正視過我們的敵人 那我們有沒有反過來思考 我接下來講的話 可能容易被理解為是一個很保守的心態 但是我覺得無所謂這個 我也不在乎這樣的誤解 就是說 其實 當我們去想到說 如果今天有一個體制 它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我們都隨便都可以舉出它很多很多的弊端 但是它卻可以毅力不咬存在在那邊 那表示什麼 表示什麼 表示它同時有很強大的功能 那那個功能非常強大到大家願意去忍受它的弊端 舉例來講 我們以前都常講 那警察系統最混蛋 那你敢把警察系統去掉嗎 不敢 因為它的功能很強大 我們還是蠻需要它的功能 然後這一點提醒我們是什麼 就是說 當我們去批判我們的敵人時候 我覺得不要忘記對我們的敵人進行功能的分析 你要了解它到底有什麼功能 它怎麼可以運作這麼好 你至少要想辦法讓你有差不多的功能 發展出差不多的功能 你才有可能把它幹掉 不然是非常困難的 你會發現你 你可能創作很好的制度是沒有弊病的 但是你可能也沒有功能 那那個結果就是大家拍拍手 那大家還是活在原來的系統裡面 好 那所以當我 當我 那我跟你講 你只要 你只要開一家公司 你就會了解這件事情 什麼叫它強大的功能 然後 好 那我就開始去了解說 到底在正常人 在這些資本主義體制底下 到底在這些資本家的眼中國家是怎麼一回事 有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沒有對不對 沒有人想過他們眼中的國家 正常 你對一個正常人講國家機器 他就說 你講什麼我聽不懂 什麼叫國家機器 其實他們眼中看到就是一個一個的公務員 對不對 頂多你有頭銜叫做科長 有頭銜叫局長 反正就是公務員 在真實的世界裡面 他們看到就是一個一個的公 一個一個的公園 表示什麼 表示只要是人就可以談 只要是人就可以喬 所以你知道嗎 公司的老闆都在幹什麼事 喬事情 喬事情 在各局處聊 這個能不能處理一下 這個正常 就是在處理這件事情 政府部門也非常習慣這樣的互動 他反而不習慣 你們那個NGO 每次就要來抗議 為什麼不好好來跟我談一下怎麼處理 每次就要舉牌就要衝 我可以談的啊 你們什麼都不來談 你要了解嗎 所以我們不了解真正的資本主義社會底下的國家跟企業的關係是什麼 我開了公司我才知道 真的 我跟你講 你開了一家公司你會發現你要見科長局長是很容易的 他樂於見你 因為他知道你們在跟我談怎麼處理事情 你不是要來丟雞蛋 你說NGO他怕你 不要 要談得好恐怖 你們是不是會帶雞蛋 要安檢一下 OK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有沒有去理解過真實的世界是怎麼運作 我們批評我們的敵人 但是我們不了解 為什麼這個體制可以跟國家綁那麼緊 你當我成為一個商人我才了解 在商人的眼中 每一個人都是客戶 OK 國家也是你的客戶 當然是客戶啊 所以只有這個 那已經是養成的一個心態 就是說 我們遇到一些問題 來打來來出力 好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長當假中的話很容易被認為很保守 我要講的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要把道跟樹分得很清楚 你今天打MMA也是要出拳 對不對 你今天打鶴犬也是要出拳 那你不能說我打鶴犬我就不出拳 不行嘛 所以其實出拳這件事情本身 都是一樣的技術 但是你如何用你的技術去服務好的目的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要被思考的 當然有時候技術本身會限制你的目的 這我也同意 但是不要把這件事情看那麼實 我自己做了社會企業 我就發現這一點 然後我就發現 原來 原來 那個人民團體跟國家 商業也是某種人民團體 廣義上來說 原來它有另外一種互動模式 我以前在社會運動只了解一種互動模式 那我發現很多事情去談 是可以談的 然後政府的官 我講實話啦 我創業五年來 我真的沒有遇過貪官污吏 真的沒有 但是我遇過 遇到比較多的是 沒有辦法認真做事的官 他們不一定懶惰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認真做事 那我們有沒有 我們以前學的都是把他們當國家機器批判 但是我們沒有真的去關心過每一個公務員 真的在這裡有公家機關工作的朋友嗎 公家機關的勞動條件你們自己很清楚 對不對 我講難聽一點 可是比狗還不如 那多操啊 一天下來要應付多少的 那個陳情的啦 官壓力啦 媒體啦 議員啦 議員啦 議員 你有沒有辦法 你有沒有把它當成一個證 好好的關係 我講這實話 講實話 那我後來 跟公務員的一些勞動經驗 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開公司 我不能去抗議嘛 對不對 所以我常常都會去跟 我們業務相關的局處討論說 我們覺得有一些問題 我發現 他們都很同意耶 都很認同 他說對啊對啊對啊 這個 可是 他們沒有力氣去解決 他們不是不願意 他們沒有力氣解決 然後 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你幫他把方案想好 你就幫他想好說 誒 課長我覺得這件事情 這樣真的不好 我覺得這個 這樣 比方說我們去年在處理的 小型生產者的 那個法令上的一些很大的問題 我們去食藥俗訊 大家都同意問題 沒有人要處理 因為他們沒有力氣處理 好我們就幫他想好怎麼處理 還去把國外的那個都翻譯好 然後整個弄好 哎呦 三個農委會那個食藥署 實在都來開會了 因為 你幫他把solution想好嘛 他說好我們怎麼做這些事情 來推動 其實是可以這樣 那我後來發現 如果你要從一個很批判性的角度來看 我跟遠雄的老闆在喬事情沒有兩樣 只是喬的目的不一樣 對不對 遠雄要開拍一拍 土地是不是要這樣子 喬一下產馬局 這個土地要怎麼變更 這不行喔 這國有財產局 跟國有財產局喬一下這樣 只是大家的方向不一樣 但是有時候 我們有時候會厭惡我們的敵人 就連他很有用的技術 我們也通通不用 那我們就會很辛苦 你懂我的意思嗎 那有時候我覺得公務員也很可憐 那時候莫名其妙被你罵 我又不是不想做事 只是我沒有力氣 你們都告訴我怎麼做 那我其實我是蠻誠心建議 就是說其實 不妨 不妨把這個當成是一個NGO 或者社會運動 可以去經營的方向 講實話 我的經驗是這樣 你很多很好的想法 很多很有社會公益性的想法 但是你只要證明 你有實踐的能力 你去跟你的相關的機關講 他們是願意讓你做的 其實政府 我知道政府官員是這樣 你們在公部門 看我自己的官場 因為畢竟只有五年的官場 你知道公部門很多的公共服務案 到最後都會淪落到公關公司的手上 他們也不是那麼願意 只是沒有辦法 因為公關公司辦得很爛 他也知道 他也不是不知道 但是怎麼樣 公關公司好歹做的東西都有60分 他好歹還是要交差 要有60分 對不對 那 從來也沒有過一個 從來也沒有過一個 NGO 或者是一個社會 那個理想性比較高的團體 去跟公部門說 這個案子你不要讓公關公司做 我們來做 我們會做得很好 從來也沒有人認真去談 我覺得如果你願意認真去談 我相信有一半的公部門 會讓你做 會讓你換掉原來的公共工資 那 這是一個很折衷的改變社會的方式 坦白說 我如果覺得一個運動團體 如果不要那麼的教條的話 這未嘗不是一個方法 那我覺得你去提升公共服務的品質 你去把一些基礎做好 那這些基礎本來就政府該花錢的 這不是很好嗎 那這些公共服務案 一直給公關公司做得很爛 這 永遠 永遠都 那洞就越來越大 所以我覺得其實可以 我覺得可以嘗試上去思考 就是說 跟國家的關係 你就 就把它工具化 我相信很多公務員 也樂意你把它工具化 就是你就告訴他 然後他其實 他沒願意配合 把一些好的事情做出來 我覺得先轉換這樣的態度 才有可能最後變成小政府 真的啊 你到最後人民都很強去提要做什麼 我跟你講公務員很忙的人 如果大家都很積極主動 他們也很願意的 好你們都要告訴我們做什麼 我們都還配合 這才有可能實現小政府 我覺得小政府講半天 永遠不會是小政府 永遠會變成大資本加控制的小政府 然後再一起控制來壓迫 那我們這邊還沒有用 其實有時候我們要去翻譯 我們從來也不去積極爭取 跟國家機器之間的 那個 我們去怎麼樣利用 我們也不積極爭取 我自己的翻譯是這樣 為什麼我會被迫翻譯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是這位企業啊 我們是企業 企業不能募管 我不能募管 從這位 我沒有錢我只好去找 找這些那個 找各種這種 這種收入來源 我就慢慢發現 其實原來 國家可以是一個客戶 我願意去做一些很好的社會服務 提出這些方法 他們願意付費讓我去做 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覺得或許可以轉換一個思考 剛剛提到說我們做什麼 其實我們做的事情很簡單 其實我們就是做 台灣的農業產消體制 我沒有辦法細講 台灣的農業產消體制 其實是沒有辦法服務小型產生者 小農或者小型的家用業者 理論上這是農會要做的工作 但是很抱歉 台灣農會沒有發揮這個功能 所以我們就嘗試去做另外一個社區 共同購買 你可以理解成社區知識型農業 去協力這些小型的生產者 這過程當中 我們去賠利小型生產者的能力的建構提升 然後我們把共同討論的機制導入 就讓生產者跟消費者可以一起討論 然後消費者用消費支持生產者的提升 簡單講我們在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我必須說 食物的運作裡面 我們做的豐工偉業 講實話 媒體效應比較大 實際的效應沒有媒體看到的那麼大 這是實話 為什麼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消費者還是懶惰的 真正會參與這樣的過程裡面 去參與討論去陪伴其實是少數 大部分消費者的心態還是覺得 你們都會去參與就好了 我就相信了 我就沒有了 其實講實話是這樣 這個也沒有辦法 我覺得就是需要很多的過程 比方說有更好的參與的機制 降低大家參與的成本 或者更好的消費者的這樣的一個意識的提升 意識到他的參與是很重要 就是他必須意識到商品交易的過程 不是只有錢跟貨品的交換 還包括關係的建議 那這個東西是需要一定程度的 整體社會的文化的改變才有可能達到 好 剛剛謝老闆講 我還蠻心有欺騙的 其實NGO跟公司做得很像 NGO也找到卡 NGO 他剛剛講公司在喬 NGO做得只差一個音而已 叫叫而已 好不好 OK 好 那我們再來看現場有沒有提問 然後這邊有一位 兩位 那這邊晚之後這位女生 您好 我想問一下就是 剛剛有提到社會企業 就是因為有 講到我們社會運作模式 就是因為有資源 所以就有分配的問題 那社會企業公子又提到說 要促成我們整個社會的公平 促進不以利益為導向 要改善大家的福祉 那我想要問的就是 所謂的公平到底是什麼 因為在原本的 現有的模式中 因為很多人就是 因為這樣獲得一個利益的管道 那如果在社會企業的模式中 那促成可能會有造成一部分人的利益減損 那可能這種模式改變 是有些人不能接受的 那從政府方面來說 政府如果在 他對社會企業的想法是 可能有一部分是覺得好的 但是政府在整個制定制度的政策上 他可能會需要以整個國家的背景 還有一些做考量 所以是以大群體為重 那如果在小群體方面 他可能會認為這社會企業 不是這麼有幫助的實質 改善整個社會的運作模式 他可能意願相對來講 就沒有這麼高 會去支持這個部分 那所以我覺得 他我們社會經濟在這個整個模式中的比較利益 可能需要考慮清楚 讓什麼原因會去選擇你們這個社會企業 那也要得到一些 大多數人團結跟認同 可能才有辦法 繼續運作一下這整個循環的模式 那大概就是這樣 好 各位經濟需要 另一方 來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問題比較小 算是比較基礎層面吧 就是因為我剛剛聽到說合作社的東西 首先他強調要有高度的共識 就是 比如說我跟某一些人組合作社 我就要相信人性本善嘛 就是他們一定都是 都是抱持著善意來 因為這個東西自主性 如果不是那麼高的話 感覺不是那麼那個 那如果要 如果假設這個東西 參與程度擴張到更大 那可能變成另一個東西 好 但就是現有的規模來說 要維持共識 或者是 大家要對這個東西有認同感 那想必溝通成本 應該就會相對的高吧 所以我想 我很好奇說 現在有沒有 就是兩位有沒有什麼 比如說 像流程或框架或技術方面的事情 來處理這個溝通成本的問題 大概就這樣 然後不好意思 我要問一下謝老闆是 就是 就是我們知道 一般企業跟社會企業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像有些社會企業或是 就我想像有些社會企業 比如說像有些是公平貿易組織 就他可能就是他的 他的這個 就是利潤的百分之幾 可能就是要投資在 就是百分之幾 可能要投入在某一個可能社會性的這種 社會性質的某一種投資項目裡面 那他其實跟一般的單純的企業 就不一樣 因為 因為一般的企業他可能不需要 把他盈餘的百分之幾 投入在其他的社會事業上面 那 因為我覺得像有一些 就是這種社會企業的模式 他可能已經 就是他的盈利規模又小 然後他可能已經 他的獲利能力又沒有那個 一般的企業那麼高 那他還要投入 就是多餘的 多餘的這些 他的盈餘到其他的 就是社會企業上 社會事業上面 那這樣豈不是他好像永遠 就是 感覺是永遠好像沒有辦法 他的 他維持的規模和他利益論 好像是 永遠無法超越一般的 所謂的這種 一般的這種企業 那他要怎麼樣 可以比較永續 或者是 可以讓 心血投入 就是 因為他的現實就是 他 他可能在盈利上面沒有辦法 獲利上面沒有辦法 贏過社 一般的企業 然後他要多 播出多餘的錢 到 社會事業上面 那 這樣子 這樣子的規模不是很 很難永續的一種方式 就不曉得 謝老闆或是 另外一位就是怎麼樣去看待 這樣的一個現象 謝謝 第一個問題我覺得比較是 他的comment 確實就是說 從比較利益法則來看 政府當然會覺得 放到社會經濟的資源是比較少 勢必如此 那 這個是 能怎麼辦 好像也沒辦法怎麼辦 就多跟政府部門溝通 社會經濟很重要 不過我覺得 整個氛圍是他們是 聽得下去的 他也逐漸發現 我們盡量的透過社會經濟的方式 先降低一些社會問題的產生 那其實也是 減少 減少一些 這個 福利部門的一些支出 事實上 事實上 就算我們的政府是完全資本主義派的 他也不會反對 因為你知道嗎 這資本主義最大的問題就是這樣 當我們如果 這個不斷的 整個社會的發展 不斷的貧富差距化 擴大或者很多的問題產生 其實 你之後的善後的成本也是非常的高 所以我覺得 這個 當然這部分 就是要整個社會的觀念 逐步提升 這也沒有什麼好的方法 那到剛剛談的那個社會企業的部分 我覺得 這個可以 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但是有一點道理 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法令上 對社會企業的認定比較是說 你要把言語的百分之多少拿出來 用作社會目的 那 我覺得這個思考可以有兩個層面 一個我同意你剛剛講說 如果我是已經發展很好的社會企業組織 我一定推動這樣的制度 對我不痛不癢 沒差 因為我已經很穩定的 在市場很穩定的 比方說一些公平貿易組織 那 但是 當這個法令 一旦下去 確實有可能造成很小的社會企業 就一直沒辦法長大 有可能 但我不曉得推這法式上的陰謀 開玩笑這樣 當然 確實有可能 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但是 我自己要從兩個方面回應 就是說 我其實比較不大從法令上來討論 為什麼 其實 一個法令 就像我跟妳講 紅綠燈的概念一樣 你願意遵守 妳做一個stop sign就可以了 妳不願意遵守 妳再好的紅綠燈也沒有用 反正我也是參考用 那台灣那麼多法 我相信大家也很清楚 我們參考用的法 比實際運作的法多 應該 應該嘛 我應該講沒有錯 所以 其實我比較不從略 但是 有另外一個層面值得我們思考 是說 像這些社會型的企業 或社會型的經濟體 它是不是一定要長得很大 這個問題有兩個層面 一個層面是說 我個人是不是覺得 在陰燃面我們是不是覺得它長得很大很好 這是一個道德層面的問題 但我們可能會覺得說 不用啊 其實我覺得一個理想的社會型的經濟體 它不需要長得很大 應不應該或許是一個選擇 但是我認為它不需要 它應該是 而且我自己也認為 小小的才可能做得好 可是今天困難的問題是說 我們在現實的社會經濟的處境當中 一個小小的經濟體有沒有可能存活 我覺得這才是難題 我們知道在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底下 每一個企業都會被迫擴張 你要透過擴張去抵禦你在市場被競爭掉的風險 這是在資本主義 你開一家公司你就會很清楚 像我們就是這樣啊 我們社區的共同購買的消費者會不會被挖角 會啊 我們的生產者 培養的生產者會不會被搶走 會啊 那我要怎麼辦 我只有透過不斷的擴大擴大 來抵禦我在市場上遇到競爭的風險 那如果是這樣就比較悲哀 如果說今天即便我是一個很懷抱很社會 理想很強的一個新的經濟組織 但是在既有的社會經濟條件底下 我沒有辦法做一個小而美 我沒有辦法 我會被迫要競爭 我要被迫要擴大 那這就會是一個 我覺得這會比較值得思考 到底我們的現行的體制當中 我們是否可以讓一個經濟體 是維持小而美的運作 然後它 我們有足夠的工具來 讓它得以自我保護 不會被惡意的競爭掉 我覺得這個是 坦白說這是困難的 我們都遇到這個問題 我其實我最想的就是小時機做小小的 我每次以前演講我都說 我不想要做成很大的合作 那我希望我的模式可以一直被複製 可是坦白說我們遇到困難 很難 我們遇到在 我認為我對整個資本主義的問題的分析 跟了解我自己讀社會系的 我自己覺得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應該不差 可以的 那我對農業產生體制也有一定的了解 我認為我會找到的一些方法去解決 但是我到現在沒有辦法解決的是 我如何面對市場上的競爭 而且很多是惡意的競爭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 這個問題我還沒有解答 那我被迫的必須要擴大成長 來抵禦這些東西 那這個是我覺得 我還沒找到方法的地方 不要再當小弟就可以了 好 好 欸 那個 我 我講一下 就是因為 一直在講經濟 但是其實經濟是一個很大的東西 對 所以如果今天剛才想要問細節問題的話 就必須要去具體說 那我們要問哪一個產業環節 因為每個產業環節它根本是不同邏輯的事情 對 只是說我們目前對商業世界或是對經濟世界的認識 可能受到一些方法論的影響 你就覺得什麼東西呢都是市場 所有的人呢都是消費者 他在進行一個購買的動作 然後呢提供購買的就是叫做廠商的交貨 然後廠商之間的互動 要嘛是競爭要嘛是合作 對就是很很高度的抽象化 但是其實每一個產業它內部的邏輯 你就想像 今天是 呃 台灣有二十幾個原住民族 每個族都有自己的文化 對 就是 它就是有不同的意義 那像例如說剛講規模 這個問題完全沒有答案 因為 一個經濟世界應該要多大規模 那其實它是哪一種東西啊 例如說像我們這種 小小的一個企劃工作者的勞動合作社 我十人以內我可以是一個很強的勞動合作社 很簡單 只要去找 例如說 法律事務所 會計事務所 一個很有名的大咖 他加幾個人 他就可以是一個 一個保持市場競爭力的事務所 對 設計工作師或是軟體公司 開發公司 對 那好軟體 例如說 今天在 IC產業上游 你做 IC設計的 軟體工程師 Design House 他可能小小的 幾十人就很強 對 那可是你今天到製造業的時候 製造業的那個成本 那個廠房的投資 會是那幾十個小貓集資集得出來的嗎 對 那這樣的一個單位 它就必須只能是有一定規模以上的 它才會是一個 運作起來合乎經濟成本的單位 那這真的是 我先講商業 因為我覺得 我們今天好像在用一些問題在質疑社會經濟可不可行 但其實這些問題本身直接套在現有的商業裡面 它就是值得先釐清的 就例如說 怎樣的公司會賺錢 大的一定比小的賺錢嗎 大的可能會面對一些小公司不會遇到的風險 對 今天包括說 像 比達多拉克自己也分析過小公司的獲利模式 如何抓緊一個地方的利基 然後你可以成為很賺錢的公司 那這是純賺錢 那如果沒那麼純賺錢的話呢 像 有一本書叫做小是我故意的 他在研究美國二十幾家小公司 對 他就是 他的公司的最有力策略就是不要做大 他的不做大是他的競爭的策略 對 那這些都是現存商業本來就有的 那再加上你如果再套到不同產業的話 今天你製作FMCG的消費性產品 FMCG就是快速 就是你一般在那個頂號啊全聯會買的那種東西 對 那他要的那個產品的量 就是他就是會有 那個量販有量販的經營策略 然後小店有小店的經營策略 對 就是這個社會上大家同樣的產品 你光是大的店小店 它都一直是存在的 對 那現在的商業本來就長這樣 那今天我們拿這個問題來問社會經濟的時候 其實他還是會回到那些很基本的經濟邏輯 就是我要做一件事情 只是我不是要服務投資者的獲利 但是我要做的事情我還是要重視經濟效率 對 我今天要組合作社 我還是要重視合作社的經濟效率 那我的這個經濟效率就會跟我要做哪種產業別 跟 跟我在的地區 對 然後我的客戶類型 那就是直接不同的社會場域 對 那今天我在做社區營造 如果我今天 我剛剛有講經營空間先不講 如果今天是做案子的話 那這個產品比較公共服務 客戶可能是對政府 對 那怎麼談事情 就是會有這裡面的一套邏輯 那就會去對照嘛 其實現在的都市設計公司 台北很有名的都市設計公司 沒有超過一百名的 對 他們也是很強的 就是對產發局 不是產發局 那個都發局 是非常高度依賴委託的單位 但他們不需要超過百人 因為它是都市設計 懂嗎 那如果你今天是 好 例如說發電 發電的合作社 就是那個組繁盟一些 很有很厲害的媽媽們組起來的 OK 發電是很硬體的事情 對 硬體設備 硬體的事情 那硬體的那個 你的投資下去的 邊際成本跟邊際效益 他的邏輯就跟你今天純粹是一群人 在做服務業 是很不一樣的 對 今天講到業態的話 一般商業會計會把 那個公司分三種類型 一個呢叫做製造業 一個叫買賣業 一個叫服務業 那你把這三個仔細來看 他們那個成本結構是完全不一樣的 服務業就是一大堆的勞務成本 人事費 滿滿的 那製造業就是一大堆的原料要進貨 然後過程中再製品會有損耗 對 那買賣的話呢 就是賺那個現金時間差 就是我進貨的盡量壓 付款時間延後 我出售的現金流盡快收到 你就可以把買賣業做大 然後呢 你要不要做大 又牽制到我剛剛講的嘛 就是跟你賣的什麼產品有關 所以我覺得今天在我們問一些社會經濟的問題的時候 就是先 就是剛剛夏老闆說的嘛 因為 並不是 這個社會上只有資本主義商業 然後我們要想辦法打敗它 然後創造一個社會經濟商業 不是嘛 就是這個社會上本來就有商業 那商業就有它運作的一些基本的經濟原則 那這些基本的原則 就像是剛剛夏老闆講的道跟樹 那個樹就是要能夠去處理這些 呼應這些經濟的原則 那不論你今天的目的 那個道是追求資本的投資 還是你要追求社會的共好 你都要能夠去處理掉那個經濟效率的問題 對 所以我覺得 當我們要很細的問的時候 會建議就來討論很具體的東西 就是什麼產業在什麼地方 想要做什麼 對 那最後一個我再回應一下 那個跟規模有關的東西 對 規模跟溝通成本 這是同一件事嘛 因為其實 就是撇開社會經濟來講 民主也是這樣 對啊 我今天一個小小的社區發展協會 假設100戶 然後選出一些管理委員 所以它也是一個地方的小的民主單位 對 那我的溝通成本當然會小於我 那個可能譬如說像主婦聯盟有7萬個社員 我要選社員代表 代表再來選理事 對 那它光是那個代議制的成績就比人家多一層了 那當然溝通成本是大的 對 那這個規模本身其實影響溝通成本的那個 那個那個因就是因子 它是更搶過是不是社會經濟事業 對 我是社會經濟事業 或我不是社會經濟事業 例如說很多新創團隊嘛 就是我就是要 然後 快速 快速搶市占率搶品牌 然後IPO 然後專業體 那我的這個快速過程中 假設我一直維持在10個人 我還是溝通成本超低啊 對啊 那可是它如果它的那個商業模式 它必須要發展到很大規模 例如說 我要有大批的客服人員 行銷人員 業務人員 它搞起來之後 一樣就是會有組織的科程問題 然後複雜的跨部門溝通成本 對 因為我以前的工作是做管理顧問 就是專門去幫這種部門很多 然後發現說過也沒多多 就是兩三百人的工資 它也可以跨部門溝通不良 對 那後來想一想其實是跟治理的技術有關 對 因為我現在都講一般商業喔 一般的商業在管理學 它其實也有各種的發展 就是早年的科程的治理 到現在的公司它會慢慢去強調 扁平化組織 對 那早年的是矩陣式的組織 就是我不只有一個維度的科程 我有兩個維度的科程 對 那慢慢會變成扁平化組織 它其實就是一種治理技術的進步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怎麼在大的規模底下 然後去做一些符合生技效率的事情 那個技術本身 那這個技術 無論你今天是為了什麼目的 要去經營一個經濟試驗 那都是要去學習這個技術 那當然也包括科技應用 對 有沒有資訊化也會直接影響它的溝通成本 對 那資訊化又直接對應到 人的素質啊 產業的性質啊 不是什麼產業都很適合資訊化 因為很多工作的現場根本就沒有電腦嘛 那也不需要有電腦 對 那所以這就回到我剛剛說 要談這一題就必須要去講 那個具體的產業到底是什麼 這樣我們才知道說 可行啊或是不可行啊 或是會遇到什麼問題啊 對 那所以今天我覺得我自己 比較一直沒有去講這些細節啊 都沒有在講一些很高空的東西 是因為 對我而言 那些細節的專業知識 在各行各業都有人 擁有那些專業知識 可是他們沒有辦法 從一個更大的意識形態中 被解放出來 然後投入到社會經濟事業裡面 所以其實我沒有很擔心 那些技術細節的東西 資訊化 怎麼資訊化 讓組織的溝通成本降低 這個因為我以前就是資訊業的管理顧問 所以我知道有很多人很擅長 有很多人在努力的開發各種的企業應用系統 在解決這些事情 好那但是這些人 他是被一個大的 資本主義經濟的意識形態給綁著 他們只能在一個公司裡面 而且從小到當然的洗腦 就是我要為了怎樣的目的來拼經濟 但是其實這些專業都有在 對所以我今天一直在談的 都是比較高空的那種東西 因為當這個東西能夠解放 很多事情就會水到渠成 所以反過來講就是 當這方面沒有解放 其實資本主義是在阻礙經濟發展 OK 對這個跟很多捍衛資本主義的人講法不一樣 資本主義是在阻礙經濟發展 阻礙很多創新的 對 這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 去看智慧財產權這件事情 智慧財產權然後相關的那個軟體 軟體為什麼會有開運軟體運動 開運軟體運動當初它BS的對象是微軟 那整個抗爭過程中 你就可以看到什麼叫做 資本主義在前置社會的創新能量 資本主義在阻礙經濟的發展 對我真的覺得那個運動很有趣 去看當初開運軟體運動 他們怎麼讓明明可以創造出來 而且軟體是零邊際成本的 我可以更無遠逢切地擴散 讓很多人的經濟效率都提升的東西 可是為了資本主義 為了要增進商業的盡力的那個賺取 所以它被很多其他的層面給綁住了 對那這個是我覺得就是 對剛剛那個包括規模也好 或者說經濟效率也好的一個回答 謝謝 謝謝 有沒有要結論還是補充的 不用 好 我想 時間也到了 如果今天再撐下去的話 聲優又要說NGO博學 但是 各位你如果有本事把它留下來的 那就各憑本事 好不好 那我非常感謝今天各位 莉玲 我們今天整協星期五 然後跟老公正協一起舉辦 那我們最後再給兩位主持人 給掌聲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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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